平凡周周凯时事 大家谈 我是平凡 首先来看4月19日 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飙升至2.93% 高出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 人民币的汇率应声下跌 夜盘美元对离岸人民币跌破6.41% 人民币贬值速度之快 超出市场预期 关于人民币的走势 我们下期节目再说 今天重点聊聊即将到来的世界新秩序 那要搞清楚新秩序 我们先要研究一下什么是旧秩序 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东西是旧的世界秩序 其实它就是指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全球化的秩序 那这个秩序是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 简单来说 那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当时美国大公司 把大量的生产性业务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 而自己呢 开始不断的发展壮大金融行业和服务行业 与此同时 在金融的政策上 美国开启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低利率的时代 但与此同时 当第三世界逐渐成为外包加工厂的时候 中国就搭上了这个顺风车 成为了廉价的血汗工厂 中国政府对内呢 就管这个东西叫改革开放 那正是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格局之下 产生了几种流行的社会观念 第一个就是贸易和全球市场维持的世界和平 也能够普遍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 另外 支撑自由贸易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就是自由主义啊 那于是就产生出华盛顿共识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那历史的发展进程是打破了中产阶层幼稚的幻想 安稳的日子没有过多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目前全球的整个格局呢 并没有走到二战爆发前那么紧张的程度 那全球格局确实是需要重组 需要重构 但并不是推倒重来 那么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终结它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回到八十年代以前的情况 在之前并不是不存在全球化 但那个时候全球化范围相对较小 我们可以称之为熟人的全球化 而八十年代之后 那个全球化是一种陌生人的全球化 目前的趋势只是回到一个熟人全球化的状态 历史走到今天呢 陌生人版本的全球化大概是不再行得通 没有军事占领的所谓和平演变也不可能长久有效 但是全球经济不太可能退回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 因为中国暂时没有能力发动全国规模的大战 他们只能发布一些局部战争啊 所以世界格局大概会回到类似于二战结束之后 到里根上台之前的那个状态 那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一个事情就是 从陌生版本的全球化回到熟人版的全球化 这种格局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那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们简单来看 陌生人的全球化造成了三个方面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从中国方面来说啊 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 用这个方法积累下大量的美元 并且呢 以美元作为外汇账款 发行人民币 实现了经济和政治的扩张 那这种由榨取廉价劳动力出口创汇所获得的美元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韭菜美元 那第二个方面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呢 因为欧洲对于能源有巨大的需求 那俄罗斯刚好可以提供相应的能源供给 所以能源成为了俄罗斯的外交手段 那最早在2003年 俄罗斯政府在他们当年提出的 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以及俄罗斯2030能源战略当中就宣布 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当中的作用 决定了国家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那普京之前在能源事务方面的顾问弗拉基米尔 也曾经公开的表达过类似看法 他的原话是说 在当今世界的特定环境当中 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油气 这是我们手里 尤其是普京手里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也是我们在地缘政治当中最强有力的手段 那根据统计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 俄罗斯是欧洲能源最大的出口国 欧洲有40%的天然气和大约25%的石油 是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源成本价格 从而影响全球的物价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国 通过长期的输出石油 他们积累下大量的美元 就形成了所谓的石油美元格局 那这些美元在全球投资市场流窜 形成了国际油资 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价格 石油输出国将大量卖油所得的美元 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美元金融市场 影响美国的股市和债市 而卖油所得的大量美元结余 又让他们在全球购买各种商品 那这一部分的美元又转移到商品出口国的手里 那些商品出口国又把手里的美元 投资到美国市场 所以用来购买石油的美元 最后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 又回流到美国股市债市 形成石油美元大回流 吹大了金融泡沫 2016年美国政府终于是公开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所持有的美债数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石油输出国持有大量的美债 其中阿拉伯持有超过数量1200亿的美债 而根据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 在1980年以前 只有15%的美元在境外流通 而现在这个数据是超过60% 那所有这些美元游资呢 都形成了对金融市场的潜在影响力 那我们总结一下 里根大循环或者说这个陌生人的全球化时代呢 造成了三大后果 第一个就是中国韭菜美元的诞生 第二个就是俄罗斯能源外交的诞生 第三个就是石油美元的诞生 这三个结果都给现在全球市场的稳定性 带来严重的威胁 而所谓的全球秩序重构 就是要让里根大循环所产生的三个后果 它的负面影响全部消失 那换句话说 中国的韭菜美元 俄罗斯的能源外交 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 这三者注定会成为历史概念彻底消失 那西方把整个全球化格局调整 回到熟人之间的全球化 那势必要找到以上三者的替代方法 那韭菜美元的替代品呢 就是全球供应链重组 能源外交的替代品 就是新能源的开发 而石油美元的替代品呢 就是未来的数字美元 用这个办法来重整美元结构 那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首先是中国的韭菜美元 从人口结构来看 中国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 人口出生率保持在千分之二以上 那现在这个高出生率呢 已经一去不复返 出生率猛跌到千分之七点五 那中国劳动人口比例在逐年下降 这种老龄化的趋势 本来就会让国际供应链外移 而现在呢 中美冲突 中俄联盟等等 等于是加速了供应链转移的速度 那根据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高德纳的统计 全世界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供应链巨头 决定在2023年之前 把他们的生意完全转移出中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在两年前的时候 供应链转出中国 理由可能是疫情关系 或者是中美之间增加关税 可是现在的理由已经不是以上两点了 而是地缘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再来看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就是美元 那自从里根大循环启动以来呢 几十年时间累积下来的低利率和美元外流再回流的这个问题 让美国的金融泡沫不断的增大 贫富差距激增 所以现存的美元结构肯定需要重新调整 我们之前说到石油美元的结构当中 美联储不断的发行美元 然后美国通过购买石油和消费品 又不断的让这些美元流入到全球市场 这些在全球流通的美元又通过金融市场回流美国 这个是一个畸形的循环 那这个格局呢 毫无疑问是不可持续的 那现在普就的方法就是美国首先的加息 表面上是对抗恶性通胀 但实际上它真实的含义 是由加息的手段逐渐去掉金融市场的泡沫 另外呢 传统的石油美元结构在未来将不复存在 未来的趋势是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它挂钩对象呢 也不再是石油 而是新能源 把货币的价值和新能源 或者说能量的价值呢 本身进行挂钩 货币的价值就在于它代表多少的能量 所以未来的货币结构不是金本位 也不是美元本位 而是能量本位 有持有能量这个东西呢 是无法造假的 能量本身具有不可改变的物理学定义 那未来的货币呢 必须要脱离任何实体的物质 与高度抽象的能量挂钩 能量就代表生产力 而能量的抽象载体呢 就只能是抽象的数字货币 如果人类进入这个阶段 那现在的那些 靠卖石油发财的国家 都会变成最穷的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新一代的企业家 马斯克等等 他们在大力推广新能源的应用 与此同时呢 美联储也在研究央行数字货币 上个月美联储在发布了一个 关于数字美元的可行性报告 他们称之为CBDC 也就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那这种货币有什么作用呢 一旦央行数字货币真的发行 数字美元必然会加强美联储和监管机构 在货币监管方面的权利 中央的监管部门 能够更加轻易地监管这些货币的用途 掌握货币的全面数据 同时呢 它就会削弱传统的银行 金融机构的信贷能力 所以未来数字货币并不是去中心化 数字美元的任务 是去机构化 同时加强中心化 它是要加强美联储和相关机构 监管货币的能力 用数字货币的方法 加强监管资金流向和用途 防止与敌对国家的不法交易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未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继续投资美国 美国毫无疑问 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美国真的启动了数字美元 而中国目前数字人民币继续推广的话 那中国的钱是再也没有办法投资美国的任何资产 一方面 中国方面不让你的钱流出去 同时美国方面通过数字化来监管你的钱的流向 认为你这些来自中国的钱都是敌资 所以在中美双方数字化的大监管之下 中国的钱就只能留在中国内循环 而美国的钱则是留在北美 西欧 日韩 东南亚的新兴市场 形成盟友之间的循环 那这两种内循环熟悠熟悠 是非常的明白 不用多言 历史进场本身它就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高高低低 有起有落 有前进也有后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恰恰就是一个退步 就是进步 下坡就是上坡的历史阶段 而历史的走向将如何 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好吧 我是平凡 咱们下期再见